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榴莲被称为水果之丸 榴莲果肉自带奶酪香气 味道香甜 成熟之后的果肉大多呈现黄色 白色也有乳白色 果肉粘稠,柔软多汁 富含脂肪和蛋白质 榴莲是属于两极分化较严重的水果 喜欢吃榴莲的人会觉得榴莲一点都不臭 吃起来非常的香 不喜欢吃榴莲的人总会觉得榴莲的味道 太过吃皮了 榴莲中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大多数喜欢吃榴莲的人都是女性朋友 女性经常吃榴莲又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女性朋友经常吃榴莲有五个好处 不请自来 医生建议尽早了解 第一补充能量 榴莲口感绵软 女性吃了以后可迅速补充能量 而且榴莲糖分很高 食用后可转化为能量 可缓解女性在月经期出现的疲劳感 另外榴莲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女性食用可促进肠道蠕动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便秘 促进消化的作用 第二就是温补肾脏 榴莲属于热性水果 有特殊的气味 可以缓解女性公寒 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 温补肾脏的作用 第三改善皮肤 榴莲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可促进机体代谢 有助于改善女性皮肤状况 还可以缓解衰老 女性食用后在一定程度上 能改善皮肤状态 第四就是开胃出消化 榴莲的善食纤维很丰富 可促进胃肠蠕动 尤其对于消化不良 肠胃蠕动较慢的女性 有非常好的作用 另外榴莲的气味 可以刺激到食欲 起到增进食欲开胃的效果 第五缓解痛筋 在中医看来 榴莲性热能够活血散寒 对于改善女性月经部调和痛筋等问题 有很好的效果 同时榴莲中还富含维生素B和铁元素 有助于缓解贫血的发生 适量的食用榴莲还可以调节 女性体温有助于改善 含性体质 榴莲虽然是营养丰富的水果 但是有些人也是不适合吃榴莲的 那么有哪些人是不能吃榴莲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就是糖尿病患者 因为榴莲含大量的糖分 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加重糖尿病患者的症状 第二就是高血脂症 特别是胆固醇偏高的患者 因为榴莲中含丰富的胆固醇 食用过多可导致血脂症状加快的升高 也会加快高血脂症的疾病进展 如引发冠状动脉 周样硬化等 第四患有肠道疾病的人群 因为榴莲含有纤维素很高 容易加重消化不良和便秘的症状 并可能会引发肠道阻塞 第五种就是肥胖人群 榴莲被称为热量炸弹 糖分高 肥胖人群食用不利于控制体重 榴莲它虽然是被称为水果之丸 世人都说一个榴莲食之鸡 它是大补水果 榴莲在食用时也是有禁忌的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榴莲千万不要和它一起吃 第一 榴莲不能和山竹一起吃 是民间的一条禁忌 榴莲和山竹 植物纤维含量都超标 一起进入胃部会吸收水分 在胃里膨胀 会引起身体不适 食用过量会因膨胀将人体肠道堵塞住 很容易引发便秘 让人难受万分 第二就是茄子 榴莲和茄子一起吃的话 容易引起上火 轻者咽喉肿痛 重者便秘 脸上生痘 口腔溃疡等 所以两者混合吃 对身体有极大的坏处 第三种 榴莲不能和酒一起吃 榴莲本身是易上火之物 在酒中的酒精作用下 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特别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 会出现血管堵塞情况 严重时还会爆血管 榴莲和酒一起吃 死亡的案例也是有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喝酒不吃榴莲 吃榴莲不喝酒 第四种 榴莲不能和牛奶一起吃 榴莲加牛奶 读过眼镜舌 两者一起吃 会引发心脏病 情况严重时会导致 血压突发性升高 甚至猝死 所以榴莲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喜欢榴莲和牛奶的朋友 小心 吃了如果不是的话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第五 可乐 榴莲和可乐同吃 最容易引起 咖啡因中毒 诱发心脏病 情况严重的 还会突发性猝死 为了身体健康 吃榴莲时 一定要远离可乐 喝可乐 别吃榴莲 吃榴莲 别喝可乐 第六 螃蟹 榴莲不能和螃蟹同食 不然会引起胃部不适 会出现胃痛 胃筋挠等情况 对身体健康影响 还是很大的哟 第七 榴莲不能与牛肉一起吃 榴莲 不能与温性食物同食 如牛肉 羊肉 以及海鲜 因为这些食物属于 燥热的食物 如果同时的话 很容易引发上火 发炎 或者由于上火 导致其他疾病 甚至诱发 以前的疾病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爱吃榴莲的朋友们 一定要先了解 吃榴莲的禁忌 榴莲虽然美味 但是含糖量非常高 建议大家再喜欢吃 也不能大量的吃 每天每次吃 一到两小块即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 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 点一个免费的 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